可能 谁就会在今天这场比赛中争取到主动 当然另外一个看点就是 看看美国队这个 好的 好的 射门 不进了 这是美国队从右路的一次下底传中 传进了以后中间变近 然后敲到外围 有 20号 这是美国队的杀手 麦克布莱德 把球射中 这个美国队这个反击打得非常 对 他在小组在对绝对亚比赛里面也是很坦净的智商力球 对 压出去打 那么又靠这种整体的配合 我估计他怎么会有机会 这是美国队 和弗兰科的内围一脚远射 非常有力 脚步也还可以 17号马拉莱斯是刚刚开场 就是进行到27分钟的时候 就会15号 会同满15号 赫尔兰德斯 我觉得大家都非常熟悉 好 门匠打出来 到外围去未成射门 赫尔兰德斯 赫尔兰德斯 这个动作要非常快 大家看这是布兰科 看看布兰科在门前 赫尔兰德斯在这个右侧 手面左摄一门 他自己右摄 大家看 门匠把球打出来 赫尔兰科射门被挡出 赫尔兰德斯倒地以后 用右脚再射 球打射 赫尔兰科这球 胸部听球没听跑 听到自己的左侧方 洛西哥队的后围队员 在禁区内同球解围不利 踏展而为自己的这次失误 付出了反进的代价 11号鲁纳 这球是直接射门 很突然 路纳啊 这球 也是拖在最后里面 要推出 好的 这个犯罪鲁线 赫尔兰兰兰 大家看 进去的2点 投入进攻 漂亮 这是美国队抓住了一次 反直击的机会 从左路进攻 而且 中间啊 在中间和后点 都有人接用 敢于投入进攻的兵力 而且这次 墨西哥队实际又是由于自己 在防守当中 定人不抵 美国队以2比0 击败了墨西哥 所以说爆出了一个 不大不小的冷门 美国队呢 也成为本阶世界飞 第5支 杀进8强的球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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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